日人戏动画即将在韩上映,KFRIEND或邀担任宣传大使。 全团都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,KFRIEND代言设定梦幻的道别的早晨就用约定枝花点坠吧可说再适合不过了。 日本动画片道别的早晨就用约定枝花点坠吧即将于7月19日在韩国上映,而获邀担任宣传大使的正是最近才刚结束韩国活动,又在日本大放异彩的KFRIEND。 这项消息一曝光立刻掀起两国粉丝的热烈期待,因为出到至今一直都有明确概念和风格,KFRIEND,可说是童话氛围,校园故事的最佳代言人。 而7月3日,他们就会出席抢先在CGV龙山,IPOC Mall举行的道别的早晨。 K 另一方面,队长。Soulwin的父亲在昨晚,22。靠,因病逝时,立刻赶回家奔丧的他最近将暂时缺席。 KFRIEND活动,Baddy们别忘了给小女友更多支持哦。 KFRIEND活动,Baddy,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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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Baddy,转